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两个新闻的 一个新闻呢是关于英特尔跟新疆制裁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个新闻呢是朝鲜的一个新闻 然后朝鲜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啊 这两个新闻你看起来这两个新闻没什么联系啊 但是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个新闻的本质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比较类似的 然后的话大家看待这两个新闻 我跟大家放到一起来讲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我看待一些问题 它是有帮助的 能够分析清楚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啊 而且这个本质如此的类似 看起来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 它的本质是差不多的 这个才是更有意思的这些事情啊 先跟大家聊一下英特尔 英特尔制裁什么新疆什么产出的一些东西啊等等等等 什么强迫劳动啊这些事情 我不用新疆新疆的原材料啊这些事情 这个新闻我跟大家来聊聊 其实这个新闻刚出来 已经出来了一段时间了啊 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啊真的是真的是恶心 那么特别的恶心 觉得啊中美博弈走到了今天 你看看这个世界还有功利可言吗 英特尔这种公司啊 说实话要制裁中国的话 这个东西还真的很难找在替代的一些商品 你说AMD吧 AMD怎么着也是一家美国公司 你英特尔呢也是一家美国公司 到最后啊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一些效应啊 同级别的 尤其是台式机的这些CPU啊 这些芯片呢你还是离不开英特尔的 到最后啊 真的是啊 这个结果呢真的会很难看的 两边要这么死磕下去 然后的话大家知不知道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还看到了很多啊 一些海外的一些反贼 一些自媒体等等等等 一些外媒的一些文章的简直啊 那就撒了花了你知道吗 那简直兴奋的兴奋的翻了天了 你看一看就连英特尔都开始制裁中国了 好厉害 好棒 好厉害 这最厉害 你看好棒棒 我们要赢了 我们反贼的阵营要赢了 我们这些人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们站在历史的一方 如何如何的 你看看中国就是一个邪恶的魔窟 英特尔都在制裁他了 好多这样的自媒体都在说这些话 非常非常多 可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啊 当时我看到这些这些人 这些自媒体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呢 你看一看英特尔制裁这些原因 他说新疆啊 新疆真有美国人发生的这些事情吗 新疆真有美国人说的这些事情吗 强迫劳动啊 种族灭绝呀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有吗 如果真种族灭绝了 说实话啊 你应该看一看美国的印第安人还剩多少 好吗 对不对 为什么新疆的维族人口这么增长的快呢 然后从解放后到现在 你看看增长了多少倍了 这个东西我不用去强调 数字就在那摆着呢 如果发生种族灭绝 这些事情怎么 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人口越来越多 然后的话 那个没有种族灭绝 没有屠杀印第安人的那个美国人 为什么印第安人越来越少 奇不奇怪 奇不奇怪呀 所以说呢 对于一个玩玩具具 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事情 他竟然张口就来呀 这些人张口就来呀 而且美国人利用这些问题制裁中国 很多的身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做反贼的这些中文自媒体们 兴奋的不得了 你们还有没有那么一点的道德观念呢 还有没有一点道德感呢 刚才可能说那个种族灭绝没有 那强迫劳动呢 强迫劳动你可以看一看 油管上有很多的新疆的维族的阿富主 你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好不好 有没有种族 有没有强迫劳动 人家说的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有工作难道是一个坏事情吗 有工作让维族人 有工作难不成咋 这成了一个泯灭人性的一个事情了 这是中国文化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啊 在新疆同样也是如此啊 大家明白这个事情吧 你拿着一些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根据的事情 然后的话来针对中国来做这些事情 英特尔也跟上了 可是身为一些中国人 有着中国人血统的这些海外的这些自媒体 然后这些人 他们跟着一起闹腾啊 跟着一起闹事啊 然后的话 拿着一些虚假的一些东西 针对中国呀 你们还有没有道德观念呢 对不对 如果中国真的是哪些事情做的不好 哪些事情做的不对 然后你们说美国制裁了 你鼓掌 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他是拿着新疆的问题在说事情啊 所以说 我觉得这些事情特别的恶心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些事情的本质 走到了今天樱桃 走成什么样呢 他删除了关于新疆那些词语啊 他的声明里面 他删除了这些啊 这是英特尔自己做了一个表态 什么样的表态呢 你从这个表态 你就能看出来 英特尔本身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立场 和他的一些本质的 他的立场和本质是什么 他立场和本质很简单 他的立场和本质就是 我要为了未来着想啊 我要为了未来呀 未来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也说过 关于台积电的 关于芯片行业的一系列的一些事情吧 美国人也希望台积电去美国 英特尔作为一个一家美国的公司 当然也想自己的生意变大呀 他想要吞掉台积电 或者是融入台积电 或者说把台积电能力融入到 英特尔自己这家公司里面 他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自己能够赚足够多的钱嘛 这是一家企业嘛 然后希望他的产品能推销 全世界变成垄断 世界第一大 这是一家企业最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说关于芯片行业啊 台积电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美国人希望把这些东西放在美国 英特尔希望吞掉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个有一个根本性原因的 可是就算是你把自己做到世界第一 你能脱离开市场吗 这是这个事件的最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核心呢 这个市场是什么 这个市场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个世界上电大七客客大又七电同时存在的国家是谁 是中国呀 中国有十几亿人的市场啊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好 十几亿人的收入高 然后呢就有这个市场来消费这些商品啊 你作为英特尔 你能脱离开市场吗 对不对 就算是你现在跟中国闹翻了 比如说你新疆问题胡说八道一番 让你跟中国闹翻了 你未来还要不要在中国做生意 就算你世界第一 就算你垄断了 中国有没有能力自己来研发呢 对不对 芯片行业 尤其芯片这个事情 中国现在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遇到了很多的坎儿 但是的话放弃自言了吗 没有啊 假如哪一天有一家企业 做的还不错的时候 英特尔的地位怎么办 所以说未来在哪里 这个东西就控制了 这个英特尔今天出来 要把这些关于新疆的东西 删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呢 大家明白了吗 看新闻看核心啊 看新闻看这些背景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 还有一个朝鲜试射这个超高速导弹啊 超高音速导弹这个事情 之前跟大家分析过很多回 朝鲜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之前跟大家说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是朝鲜为了自己嘛 对为了自己的地位嘛 然后当初啊 跟中国啊 这么翻脸 跟中国啊 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包含什么 烈士陵园 包含什么 那个那个 延安派 包含什么 关于那个 跟美国人谈判 把中国甩去一边 等等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一些事情 都是朝鲜人来干的 对于中国来说 朝鲜不靠谱 但是对于朝鲜来说 之前我跟大家也提过 对于他这样一个国家来说 他都是有一个逻辑在的 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好 为了自己的国家地位 虽然说啊 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为了他金家的一个地位 但是他是要为自己的 他不是为别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 我跟你中国啊 是同一阵营 我就说 我就不顾我国家的利益 去帮你 这样也不靠谱 这样也不对啊 所以说呢 走到了今天朝鲜 现在在搞这个超高音速啊 这个导弹的试射 他归根基底的原因是为自己 他为自己是为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分析过 东亚的局势在改变嘛 东亚的整体的局势在改变啊 亚洲整体局势在改变呢 东南亚 这个站在哪一方 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个东西不用我过多去解释 RCEP 一生效 大家欢天喜地啊 然后东南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东亚呢 之前大家看到了东亚啊 那个局势 尤其是前几个月 乱得不得了 日本的海英化 对不对 然后台湾海英化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海英化 美国人借着台湾搞事情 等等等等 这样的系列的是一些事情 东亚没几个国家 可是啊 这几块地啊 然后乱七八糟的 台湾 大家看到了 蔡英文说啊 我要维持现状 他也不敢说台独 台湾在转向 然后的话 日本呢 日本 这个就不用我过多去强调了 大家最近也看到了 日本都发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的话 岸田文雄上台 明白着 这跟这个安倍完全不是一样的路数 不是一样的路线呢 而且在驻日美军这个事情上面啊 这个日本也是阴阳怪气了一番呢 总而言之 就是说啊 你驻日美军 你有点没用啊 然后的话 疫情你也管理不好 你治安你也弄不好 然后虽然说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容忍包容你驻日美军的 总而言之 你发现没有 日本跟美国的关系 慢慢的开始产生了间隙吧 然后之前我跟大家分析过啊 关于日本这个以后的发展的一些问题 关于日本跟驻日美军的一些关系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只要驻日美军变得跟他原来在日本驻扎的那个 那个初衷不一样了 日本人会看清楚的 日本人只要看清楚了 他就会觉得 我值不值得再给驻日美云 驻日美军这些钱 初衷是什么 初衷是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人不允许有自己的军队啊 不允许有自己的军队 然后的话所以说呢啊 为了保障日本的安全 驻日美军要来 这是驻日美军的初衷 可是走到了今天 大家看到了 055围着日本本岛转 中国跟俄罗斯的那个 轰炸机编队战机编队 围着日本的本岛来回的都转 然后的话 那个钓鱼岛 日本完全没有办法 基本上都是啊 中国的海警船在那来回的转 你美国没有办法 证明自己能够保护日本了 日本人就要想办法脱离开来呀 想办法脱离开你美国人的控制了 这就是最本质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最近啊 关于驻日美军在日本 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呢 不管是因为你这个 美军你开始过传病毒了 等等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事情 都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人跟美国人产生了间隙 日本也在变化 韩国呢 那个变化不要太明显哦 李在明啊 民调高高的 李在明说的都是什么 说的都是什么硬话呀 简直了 你美国人啊 那就是一个占领军 你知道吗 美国人你殖民军队 恨不得都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说东亚整体也在变化 那朝鲜要不要变呢 朝鲜同样也要变呢 朝鲜最近动作特别多 大家看到了 拼命的发导弹 拼命的发导弹 刚开始跟美国人喊话 美国人不理朝鲜 美国人为什么不理朝鲜 美国人惜不希望在东亚 有一个存在感 当然希望 以前朝鲜什么 搞什么核试验呢 搞什么导弹呢 美国人都会来 这是一种算是 算是你好我也好的一种状态 然后只要你捣乱了 我美国人就来了 美国人一来一谈 我美国人的存在感也证明了 你可能也会获得一点利益 这就是朝鲜跟美国人玩的 算是一种戏法吧 可是前一段时间 朝鲜拼命的打导弹 美国人不理他 为什么不理 因为我再理 我再显示存在感 我就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台湾问题 美国人没办法办 解放军的飞机也没事干了 来回乱转 你美国人没法管 日本钓鱼岛 中国的海警船来回转 你美国没法管 现在又来了一个朝鲜半岛问题 我美国人再来 没完了 我几片战场啊 跟解放军在哪到底干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朝鲜半岛干呢 还是什么日本干的 还是台湾干的 总而言之 美国人不愿意 有更多的麻烦 所以说不愿意去理朝鲜人 这一点也证明了 美国人在亚洲 尤其是在东亚 他力不能急 他没有任何办法了 他解决不了问题了 他的实力在下降啊 朝鲜这个时候 还在试射导弹 他为什么呢 美国人不跟我谈 我跟别人谈 对不对 然后尤其是之前 我跟大家说过 尤其是朝鲜半岛 这两个国家 一个朝鲜 一个韩国 对于中国来说 哪个重要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说过 对于中国来说 哪个重要 李在明上台 如果朝鲜整体局势 往中国这边来倒的话 你看一看朝鲜重要 还是韩国重要 而且韩国的经济 更加的 更加的有用一些啊 尤其那些大企业嘛 那些三星 更加的看起来 对于中国有利一些 所以说呢 你想想这两个国家 会往哪个方向来倒 可是朝鲜这个时候 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啊 什么超高音速导弹啊 等等 什么核武器啊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来跟他来谈 这跟美国人一样的 跟美国人是同样的道理 之前跟大家说过 哈萨克斯坦 为什么美国人去导弹呢 他没明明是已经 没有这个实力 让哈萨克斯坦变天了 可是他还要去做 为什么 原因也是非常简单 证明自己在这存在 我还是 我虽然说没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啊 桌子一下全翻了 但是我能把这盘菜给你翻了 这是美国人要证明的事情 所以说呢 如果以后你要想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必须要跟我美国人来谈 朝鲜同样也在做这种事情 你要想发展 你也得跟我来谈 虽然说我国家实力不行 但是我有能力啊 把这颗菜给你掀了 我有导弹呢 我有核武器啊 所以说朝鲜也在做自己的存在感 讲这么多 关于朝鲜的这些事情 之前我跟大家也说过啊 很多的朋友内容啊 真的是啊 觉得朝鲜恨不得就是自己的小老弟啊 恨不得呢 那我掏心掏肺啊 对朝鲜 包含我之前抨击了几回朝鲜之后 有些网友在那说 我都觉得你立场不对了 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你老五有问题 你肯定是进入我们阵营 瓦解我们的 其实归根结底呢 真的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 我都想笑啊 你看问题 真不能这么简单来看 你看一个朝鲜这样的国家 你就认为他 他是自己的小老弟 不然的话 要么就像我这种啊 那就是敌人 然后的话就是这样去说 要么就是二分法 你就看不清楚这个世界啊 你站远一点看好吗 朝鲜这个国家 虽然说做出了很多 不利于中国的事情 但是归根结底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 然后的归根结底 是为了自己 想要自己好吧 这个东西也没有任何错 那么但是的话 你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好 这种初衷 你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就要骂你 明白了吗 我就要谴责你 大家明白这个事情吗 所以说呢 朝鲜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那么特别的影响到中国 所以说对于朝鲜来说的话 我绝对不会说 他是什么我的小老弟的 但是的话 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 希望大家来小心他 然后归根结底 刚才跟大家讲到了核心了 朝鲜这个国家是为什么 也是为自己啊 对不对 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刚才讲到了英塔 也是为自己啊 他的立场的来回的变化 立场的来回的跳 今天要做这个 明天要做那个 今天发导弹 今天谴责你 然后等等等等 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要看长远一点 可是咱们今天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 来讲这些新闻的时候 要记着中国的立场啊 中国在这些事情里边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能够看到中国 它到底是为什么 这些跟中国相关的 这些新闻会变化的 如此之快呢 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做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 英特尔那么强的一家企业啊 你知道吗 在我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 自己玩电脑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看英特尔呢 简直高高在上 你知道吗 然后可是走到了今天 他想谴责一下 你都得自己把那些文章改了 为什么呢 你要不要将来 要不要未来呀 因为中国把自己做好了 中国的市场足够的大 你又脱离不了中国的市场 朝鲜呢 同样也是如此啊 中国越来越强了 你就算是一个鬼头鬼脑 想着为了自己利益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可是归根基底到最后 你也得怎么着呢 跳来跳去 符合中国的利益 如果说美国人在亚洲 尤其是在东亚这块 实力不行了 你再得罪了中国 你想想后果呀 所以说大家慢慢去看吧 这个局势啊 这个世界啊 它有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在的 只要大家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了 对于自己啊 人生路啊 慢慢人生路也是有帮助的 总而言之 把自己做好了 很多的事情迎刃而解 所以说看待这些问题 看待这些新闻 其实某种角度啊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好吧 今天这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师吧 再见